好了啦 我是萨比 你知道疲劳驾驶有多可怕吗 今天我们要看一部 由开车打瞌睡引发的恐怖电影《磁路》 圣诞前夜 一家人自驾在周际公路上 爸爸开车 妈妈坐副驾 后排坐着弟弟和姐姐 中间还挤着他们家未来的女婿 姐姐的男朋友 一家人准备在圣诞节前赶到外婆家 车子的后备箱里塞满了给亲戚们准备的礼物 周际公路景色单一 又是晚上 车上的人都有了些困意 连开车的爸爸都忍不住点头钓鱼 他眼皮直打架 眼前的景象逐渐模糊 在他失去意识前看到的最后画面 是正前方不远处越来越靠近的车灯 突然 爸爸被姐姐的尖叫声吓起 一辆黑色轿车眼看就要撞过来 爸爸猛打方向盘 意识还未恢复 爸爸只感觉汽车偏离了公路 等缓过身来 路上就只剩下他们家一辆车了 惊婚未定 爸爸急忙确认家人状况 还好 无人受伤 只是虚惊一场 妈妈抱怨爸爸差点害死他们 提议让姐姐开车 但爸爸很不耐烦 说自己已经清醒了 他下车检查 发现车子并没有损伤 看来是没撞上什么 望向四周 爸爸才发现 他们在一条陌生的公路上 周围是茂密的树林 黑漆漆看不到尽头 难道仅仅是刚才急转向的瞬间 他们就穿过树林 到了另一条公路上吗 爸爸觉得不可思议 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也没过多怀疑 掉头回老路太麻烦 爸爸决定沿着这条路开下去 车再次出发 经过事故这个插曲 所有人都不敢困了 弟弟在后座 听着玛丽莲曼森的音乐 爸爸对他们年轻人的趣味 很不理解 他不知道玛丽莲曼森是谁 更惊讶 叫这个名字的人 居然是个男的 爸爸不仅和弟弟关系不好 和全家人都多少有些隔阂 不喜欢妈妈喝水声音那么大 也不介意当面说出来 搞得大家好 尴尬 此时姐姐和男友 在后座抱着啃咬 弟弟挤在中间 特别不爽 男友人很好 除了弟弟 家里人都很喜欢他 弟弟一路嘲讽男友是gay 男友也都忍了下来 车辆在临终公路上快速行驶 突然路旁出现了一个红色小木屋 还亮着灯 汽车开过木屋后不久 路边闪过一个白色人影 爸爸赶紧把车停下来 慢慢倒回去 家人们都很奇怪 路边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 没人注意到 车的另一侧 出现了一个抱着孩子的白衣女人 他敲了敲爸爸的车窗 大家都吓了一跳 爸爸问女人是否需要帮助 女人不说话 这荒郊野外 把他留在这儿肯定不安全 家人们想帮他报警 才发现手机都没了信号 爸爸想到之前的小木屋 好像住着人 决定载女人回去 距离也不远 姐姐正好想透透气 就下车把位置让给了女人 车子往回开 姐姐慢慢跟着走 在车上 无论大家问什么 女人都不说话 后座的弟弟和男友 忽然闻到一股臭味 好像是从女人怀中的强宝发出的 很快到了小木屋 弟弟终于受不了 下车跑进树林里 说要一个人待会 闷着了 只见他拿出一张花花公子 附赠的罗女海报 用口香糖粘在树上 开始了自我危害 看来真的是憋坏了 爸爸妈妈走进木屋 发现这里好像是猎人工坊 屋里并没有人 只有一台电话 但根本打不出去 此时车里只剩下男友和女人 为了缓解尴尬 男友试着打话 对方还是没理他 看到女人手上戴着戒指 男友说自己应该也快结婚了 他有一个秘密 打算在明天圣诞节聚餐上 正式向姐姐求婚 听到这里 女人突然笑了 他让男友抱一下孩子 男友接过墙包 婴儿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像木乃伊一样 男友疑惑 抱成这样的孩子怎么呼吸啊 女人说不用担心 孩子已经死了 男友打开墙包 里面是一团血肉模糊 吓得他大声尖叫 听到尖叫 大家都跑了过来 却发现男友和女人都消失了 此时姐姐还在不远处散步 他之所以想要静静 是因为他在做一个重要决定 明天圣诞节 他想和男友分手 正纠结 不知如何开口 此时马路对面 开过来一辆黑色轿车 经过姐姐身边时 惊恐地发现 男友的脸贴在后车窗上 神情扭曲 向着求救 姐姐赶紧跑向家人 一听说男友被绑架 一家人开车去追 汽车快速行驶 但目光所及之处 哪有其他车的影子 突然 爸爸看到路边 躺着一个什么东西 急忙停下来 下车拿手电筒一看 正是死去的男友 尸体已经被肢解 血肉模糊 姐姐吓得当场晕了过去 男友的手机 被血粘在了耳朵上 家人打算报警 妈妈拨通电话 电话里却传来了 女人的哭喊 对方好像遇到了事故 她的孩子在事故里丧生了 整件事实在太过诡异 妈妈惊恐地挂掉电话 众人回到车边 发现姐姐已经陷入呆滞 她睁大眼睛 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 想起他们距离警察局 还有大概15分钟的路程 大家决定先出发再说 再次上路后不久 路边出现了一个路牌 只是前方目的地是马科特 大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他让弟弟看地图 地图上也没有 更恐怖的是 此时仪表盘上的时钟 显示的是七点半 而爸爸明明记得 他们让女人上车的时候 也是七点半 妈妈看手表 现在时间还是七点半 就在这时 坐在后排的姐姐 突然唱起圣诞歌 声音沙哑又不自然 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 大家强远着恐惧 觉得让她唱出来 可能会比较好 过了十分钟 路边的景色依然没有变化 姐姐停止了歌唱 妈妈睡着了 等她醒来时 马路中央出现了一辆婴儿车 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 爸爸把车停了下来 弟弟自告奋勇下车看 完全不顾爸妈的阻拦 只见他走到婴儿车旁 好像看到里面 有什么可爱的东西 伸手要摸 突然被里面的东西咬住了 他疼得哇哇大叫 车里的爸妈 也吓得哇哇大叫 弟弟扑哧笑了起来 伸出了手 这只是他的恶作剧 无论如何 紧张的气氛舒缓了不少 一家人冷静下来 开始理智面对现状 爸爸先是打开了后备箱 从里面拿出一瓶酒 大口喝起来 弟弟回到车里 看着依旧呆滞的姐姐 无论怎么叫都没反应 姐姐是一名精神科的见习医生 弟弟一直很尊敬他 小时候 弟弟对姐姐做过许多恶作剧 不知道姐姐还记不记得 弟弟一渐渐细数 希望能用两人的回忆 唤醒姐姐的神志 讲了很多 姐姐还是没有反应 弟弟记得快哭了 这时他发现 刚才的婴儿车又出现了 爸妈看到后 以为又是弟弟的恶作剧 弟弟当然否认 爸妈将信将疑 还是决定继续上路 回到路上 爸爸说 以前到一个镇子见客户时 好像走过这条路 妈妈不客气地说 这镇子 不就是爸爸以前老乡好住的地方吗 爸爸一下就尴尬了 打开电台 想转移注意力 电台里却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吓得他急忙关掉 紧接着爸妈吵了起来 吵得正欢 后排的姐姐好像恢复了神志 迷茫地看着四周 突然 汽车爆胎了 一声巨响打断了争吵 车停下后 姐姐冷不丁宣布 他怀孕了 还没等爸妈缓过来 一旁的弟弟乘胜追击 坦白 他也一直吸大烟 接连两个劲爆消息轰炸过来 爸妈一时竟不知坐何反应好 爸爸默默下车换轮胎 妈妈跟了过去 他们对姐姐怀孕很重视 但对不争气的弟弟 爸爸并不关心 此时弟弟也下了车 坦白后他如释重负 打算再来一根 突然 刚才的白衣女人出现 走近亲了他一下 弟弟当场就鬼迷心窍了 甚至连嘴唇被咬掉 都没有知觉 衣服从女人身上滑落 看到他的身体后 弟弟却惊恐地躲开 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另一边 汽车的轮胎换好了 大家准备叫弟弟回来 却看到公路上 开了一辆黑色轿车 这次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后窗里挣扎求救的人 是弟弟 三人开车去追 爸爸把油门踩到底 但追着追着 前方公路上彻底没了车 那辆黑色轿车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突然 车猛地颠簸了一下 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 大家赶紧下车 果然是弟弟的尸体 妈妈抱着血肉模糊的尸体痛哭 不愿意相信弟弟死了 悲痛中 他说出了自己隐瞒已久的秘密 原来弟弟并不是爸爸亲生的 是他和爸爸同事的孩子 出乎意料的是 爸爸很大度 说一定是妈妈受了打击 说胡话 让姐姐扶妈妈回车里休息 弟弟的尸体 不能就这么留在马路上 爸爸把后备箱的礼物全部扔掉 把尸体放了进去 姐姐打开了给舅舅的礼物 是一把散弹枪 爸爸接过来 武器至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安全感 两人回到车里 发现妈妈在吃给外婆准备的派 吃相夸张 还问弟弟在哪 看来妈妈已经彻底疯了 他自言自语道 迈克尔才是弟弟的名字 这是他的亲生父亲起的 爸爸就假装没听到 三人继续向目的地开去 又一次见到了马科特的路牌 自从遇到白衣女人 她们走了快有100公里 但这条路没有尽头 四周的景色也完全没有变化 妈妈吃完了派 开始吃各种能塞进嘴里的东西 终于忍不住吐了出来 没办法 她们只能停下车 让她吐个痛快 姐姐问爸爸 知不知道妈妈妈说的 那个同事是谁 爸爸敷衍地说 不知道 语气闪躲 就在两人聊天时 妈妈居然找到了那把散弹枪 像是找到了个玩具 要和弟弟一起来玩 爸爸忍不住提醒她 弟弟已经死了 妈妈一受刺激 扣动扳机 打中了爸爸的小腿 然后晕了过去 爸爸疼得大叫起来 把妈妈扶进车里后 姐姐开始给爸爸取子弹 包扎伤口 为了缓解疼痛 爸爸喝了很多酒 伤得不重 他觉得自己可以继续开车 当然只是他觉得 我们不能觉得 再次上路 爸爸借着酒禁 还在试图合理化所有的遭遇 他认为这条路一定是军用公路 所以才如此隐秘 而马克特可能是个军事基地 此时姐姐已经放弃了思考 他只是随身附和 不久也睡着了 再醒来时 他感觉车停了下来 走出车外 他发现爸爸在外面看星星 还觉得自己开的方向没错 这条路通往海边 而马克特应该是一个军事基地 两人回头一看 发现妈妈就站在他们身后 给两人加油打气 众人石柴火焰高 一定可以走出困境 接着妈妈说 其实他早就知道 爸爸和老乡好偷情 但他并不生气 看起来完全恢复了正常 直到他看向树林疑惑地问 那些人是谁呀 再次回到路上 妈妈一直兴奋地朝树林招手 说看到了很多逝去的朋友 父女俩一脸爱搭不理 任由他在后面闹 突然 妈妈说想下车 去和老朋友会会面 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爸爸急忙刹车下车找 妈妈已经没了踪影 地上散落着 他随身携带的小物件 就在这时 黑四轿车再次出现 爸爸彻底被激怒 拿出散弹枪冲着黑车喷射 这次黑车停了下来 扔下一山蓝绿的妈妈 抬走了 妈妈头上全是血 但精神好像很正常 爸爸抱住了他 惊恐地发现 妈妈的后脑勺有一个洞 看着妈妈露出来的脑子 姐姐吓得说不出话 妈妈好奇地摸着自己的脑子 嘴里叫着爸爸同事的名字 然后失去平衡倒在地上 临终前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 开心地喊着 我要成为啦啦队员了 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爸爸帮妈妈合上眼睛 终于忍不住崩溃 要吞枪自尽 姐姐及时拦了下来 劝了好久才冷静 终于同意了让姐姐开车 把妈妈的尸体放进车里后 他们重新出发 爸爸说起了那个同事 他们曾经关系非常好 有一次同事问他 爱上了一个已婚女人怎么办 爸爸鼓励同事 喜欢就要大胆去追 只是没想到 他喜欢的人就是妈妈 过了段时间 同事找到爸爸 说那个女人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家庭 从此就再也没和爸爸联系过 继续上路 按照之前的估计 无论是军事基地还是海滩 他们早就该到了 可眼前依旧是看不到尽头的公路 爸爸决定孤注一掷 既然一直向前开 没有任何结果 为什么不适时穿过丛林 妇女俩停下了车 互相撞胆 准备好了手电筒和散弹枪 向树林深处走去 走了一会儿 他们遇到一道铁丝网 爸爸很激动 这意味着前面可能有建筑 果然 穿过了铁丝网不久后 他们就看到了亮光 两人朝着希望跑去 周围树木也越来越稀疏 但很快希望就变成了绝望 因为他们发现 又回到了之前的公路上 亮光来自自家汽车的灯 没办法 只能继续开车上路 两人已经不关心 这条路到底通向哪里 只知道每次停车 都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保持行驶还能相对安全点 爸爸埋头写了张小纸条 等这一切结束后 他要做的事 不想再那么死板 可能去买台游戏机 可能去听听 玛丽莲曼森的CD 不知又过了多久 路边再次出现那个小木屋 一切的怪事 都是从路过这个小木屋算起 他们决定下去 看个明白 这次木屋的灯已经坏了 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走进去 姐姐会车里取手电 黑暗中 爸爸再一次遇到了 那个白衣女人 火柴被女人吹灭了 爸爸像疯了一样 拿起手边的斧子挥舞起来 姐姐打着手电筒进去后 看到里面只有爸爸一个人在发疯 他把爸爸扶到车边 但爸爸像换了个人 不停喊叫 让姐姐去拿酒 酒没来就开始打人 姐姐被打晕了 爸爸也恢复了清醒 看着眼前的景象 不敢相信自己做了什么 这时 女人再次出现 爸爸拿出散弹枪 要冲进树林里和他决一死战 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树林里 愤怒的乳妈声也戛然而止 只听见刀砍物体的声音 和倒地的声音 姐姐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在车里了 车周围晃动着人影 还有一个声音大喊着 他已经死了 姐姐急忙发动汽车 但人影们依旧跟着他 游响很快耗尽 姐姐只能下车不行 经过一棵树下时 被血淋了一身 不用想 那是爸爸的血 姐姐彻底崩溃了 大叫着 你们还有什么都只管来吧 这时 前方马路上出现了四个黑色尸袋 正是亲人们的尸体 黑色轿车再次出现 姐姐惊恐起身 一回头 却撞进了白衣女人的怀里 女人看着她说 她并不是为你而来 说完 便上了那辆黑车离开了 姐姐惊魂未定 刚站起来 突然又有一辆车向她驶来 她大叫一声 那辆车的司机也醒了 急忙打发向她避开 车上正是最开始的一家人 电影的最后 姐姐在医院病床上惊醒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她的噩梦 但实际上 姐姐一家的确出了车祸 圣诞节前夜 前往外婆家的公路上 爸爸疲劳驾驶 与另一辆车迎面相撞 姐姐的家人还有男友 对面车里的一个女人 和她的孩子全部丧生 姐姐被甩出了车窗 所幸并无大碍 事故发生不久后 一个路过的 穿黑色衣服的人 把姐姐送到了医院 她开的就是 噩梦中那辆黑色脚车 至于梦中 永远也到不了的 神秘地点马科特 是医院护士的名字 护士马科特开车要走 没想到车子打不着火 黑衣人问她 要不要上车 护士夸了一句 车很漂亮呀 黑衣人回答 当然 我是个收藏家 黑车开走后 两个清洁工 在地上捡到张纸条 是爸爸写的心愿单 等一切结束后 一 要买台游戏机 二 做世界上最酷的外公 电影结束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现实究竟发生了什么 圣诞节前夜的7点30分 一家人开车 前往外婆家过节 途中因为爸爸疲劳驾驶 与来车相撞 发生车祸 全车只有姐姐一个人幸存 而我们看到的故事 很可能是姐姐一个人的 宾死体验 第一个死者是姐姐的男朋友 他坐在后排中央 发生碰撞时 因为没有遮挡 他可能被甩了出去 撞碎挡风玻璃 这也解释了梦境里 为什么男友是被碎尸的 第二个死者是弟弟 他最后的死相 是被烧成了干尸 可能因为他位置 后排右侧 正好就在油箱上 发生碰撞时 油箱爆炸 火烧到弟弟 产生了冲击力 把左边的姐姐推出了车外 第三个死者是妈妈 同样可能是从副驾被甩了出去 但他没有姐姐那么幸运 东西散落一地 后脑勺都被刮了下来 最后是爸爸 从结尾血浆 喷到姐姐身上来看 爸爸吐了很多血 但可能没有当场死亡 挣扎了很久 所以和姐姐的相处时间最多 而白衣女人 和抢保中的死鹰 是和他们迎面相撞的 车里的乘客 出了车祸后 黑车经过 司机把幸存的姐姐送到医院 而负责抢求的护士 名字就是马科特 姐姐把他这些昏迷后 得到的信息 重新打乱编排 得出了我们看到的故事 但这其实也有解释不清的疑点 父母得知女儿怀孕 是在车祸后发生 怎么在现实里 清洁工还会捡到 爸爸想做好祖父的纸条 我个人的看法 这是给神的存在 留下了空间 这部电影 其实充满了宗教隐喻 希伯来书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黑车就像死神 每次出现都会带走一条生命 而依照每个人生前的罪 他们都得到了最终审判 仔细看这一家子人 每个人其实都有问题 先看情节轻微的 弟弟 骄横荒淫 还没长大 就已经成了混世魔王 男友 表面上乖巧懂事 弟弟怎么嘲讽也不回嘴 但只要没人注意 反手给弟弟脑门就是一掌 也是心机十足 表里不一 妈妈这个角色非常不讨喜 给丈夫戴绿帽 还生了个儿子 重男轻女 喋喋不休地抱怨 好像整个世界都辜负了他 但仔细一想 他又很可怜 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说 成为拉拉队长 是他人生最开心的一天 和一个不爱的人结了婚 好不容易遇到真爱 又因为有了孩子 不得不回归家庭 几十岁的人 竟然大部分时间 都活在不开心里 内心究竟承受了多大折磨 爸爸这个人最丰满 也是最复杂的 直白难听点 他很窝囊 工作不如意 家人也看不起 娶了一个比自己风光太多的 拉拉队长 被自己最好的朋友 戴了顶绿帽 还要替他们 把爱的结晶养大 可偏偏爸爸 又是一个崇尚父权 大男子主义的人 电影里有这样的隐喻 他们家那辆老爷车 陪着爸爸一起长大 手握方向盘 在公路上代表了绝对权力 爸爸即便是喝了酒 也不愿交出去 但为了维持 自己一家之主的形象 他过得比任何人都辛苦 明明戴了顶绿帽 痛苦无比 但为了家庭和睦 他要强忍着 装一切都没事 能力不足 又得强迫自己单重任 这是爸爸悲剧性的根源 影片中 他的表现很奇怪 时而疯狂 时而冷静 明明遭遇了超自然现象 硬是把怪事合理化 说成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 但事情逐渐失控 他开始喝酒 麻醉自己 然后以暴力发泄 甚至打了姐姐 变得可悲又可怕 最后幡然醒悟 决定要做全天下最酷的外公 很感人 但也来不及了 整部电影里 姐姐虽然是幸存者 但他的戏份是最弱的 整个过程没有变化 只是作为孩子的母亲 代表着希望活下来 他的视角就是我们观众的视角 一个悲剧家庭的见证者 《死路》是一部小成本恐怖电影 有点阴阳魔戒翻外篇的味道 故事完整 情节抓人 也没有滥用画面和配乐来吓人 完成度很高 但总体来说 猎奇的成分居多 可能因为年代久远 后来出现了很多作品 根据这种类型的基础上 脑洞开得大的多 但《死路》也算得上一个完整有趣的小故事了